说到中国游泳健将 大家首先肯定会想到 肯定是现在风头正盛的孙杨复原会等人 当然这些体育进而的确是咱们中国的骄傲 不过比起这位前辈来说 孙杨复原会等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这位前辈可是硬生生逼的国际泳联 不得不改变规则 这位前辈名叫穆祥雄 他从小就在自己父亲的指导下练习挖泳 为了把挖泳的动作 做得更加的准确 他还在家里养了很多青蛙 每天都要花上很多的时间 来观察青蛙在水里的动作 后来他凭借着从青蛙身上学来的动作 屡屡窗下游泳神话 从1951年起 穆祥雄就多次打破100米万勇全国纪录 并多次在全国比赛和国际比赛上 获得100米和200米万勇的冠军 更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他能一口气前泳四五十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国际泳联规定 潜泳必须在14米到15米之内就出一次水 否则就是犯规 能够让国际泳联改变规则 可想而知穆祥雄有多厉害 不过作为中国挖泳第一人 穆祥雄却没有获得过奥运会的金牌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 而是因为在他代表中国参加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时候 举办方居然还邀请了台湾 这分明是在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于是乎大陆便在抗议无果之后 退出了此次奥运会 虽然退出了这次奥运会 国家还是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对抗赛 这次对抗赛的时间是以奥运会时间为准的 也就是说 奥运会挖泳决赛的时间是下午三点钟 那么这次对抗赛的时间也是下午三点钟 最后穆祥雄的成绩比奥运会冠军快了两秒钟 在挖泳项目里面 两秒钟就相当于两米 虽然有遗憾 但穆祥雄的游泳成绩还是非常辉煌的 在2008年 年过七旬的他高举着奥运匹克旗帜 步入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会场 以另外一种方式圆了自己的奥运梦